好吧 来一个那个 听起来有点比较有钱的吧 旅馆继承人 不好意思了 我就拿这个了 看看我是什么身份呢 第一案 我会不会是 颤抖吧 玩家们 我叫呵呵呵 我是落日镇百年旅馆集成 有人 这个地方大道有回声 好大 好昏腸 你是不是来救援的 是不是来救我们的 我们这里发生了命案 有命案 有命案了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走吧 走吧 今天是我的侦探首秀 警长 警长 黑猫警长 你们知道黑猫警长叫什么吗 他叫咪 我现在还你清白 后期老师帮我回放一下当时容 若有所思的眼神 这报纸是隔三差五吗 为凶手找借口 这是第一张出现的卡片 他是只干了就是角局的事 他还是真的动手杀了人 那今天这局是你布的吗 你知道他今天也会来吗 真活活 下巴吧咱们回去吃宵夜吧 这有啥可查的呀 抽卡了 现在怎么都开始在车上就抽了 好嘞 我们今天的角色是 真巴开始了 真巴真巴 画家我就爱流浪 不要让我停下来 我就是画家回家找妈妈 不行 我不想当画家 然后 我是一个爱调查的独立剧者 不要叫我停下来 独立剧者 不叫 因为我笨 独立该摔根头吧 爱音乐 谁爱音乐 我才不爱音乐啊 好这个爱自由 我也还行 我这人怂不爱不不爱自由 然后我爱学习 对我爱学习 但是我不选这个 你说你生气不生气 我就选这个了对 哎我就爱搬砖呀 我就是爱搬砖 别叫我停下来 我要一件建筑工人 二 一 一上来就是这个呀 嗯 行吧 就这样了 我这回选的是建筑工人 我要给大家来搬砖了 希望各位敬请期待 鸡鸭肉还有虾 我的职业是搬砖 我本来想给自个人名叫做笨笨 但是后来我发现自个不会写竹子头 哈哈哈 然后我 闻见了一股味 然后熏到我了 我说魏大勋来了吗 哈哈哈 又来到了女孩的间 有手机呢 哎 哎 哎 招手机就是每回我的第一个第一个团 一帆背后 是我们大侦探 每年都要做的 床单底下有什么 床垫 床垫底下有什么 床底下有什么 床底下有什么 沙发里面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你是不是露了什么 啊 露了哪儿我看看身上哪有眼啊 从我哪儿露了 哈哈哈 我好吧 我这个不是老师 你咬不咬不咬不 挺热的 不是 我妹妹就是 怎么还在自己讲自己的故事 好想知道我妹妹是会是谁的朋友们 请马上出会员啊 才能够知道 我就是爱音乐 别叫我停下来唱片电源 医学生不行害怕 这个也好 这个吧 行 我就是爱流浪 流浪画家 更紧张了 行吧还不错 我觉得应该会很刺激 谢谢 我第一个 欧迪加在东北 我来了 英雄不问出处 买画找我速度 我迪加在东北 森林深处那嘎的 我爱我迪加 所以我叫欧迪加 你相信光吗 我 奥特曼是吧 欧迪加 走吧 走吧 累了 中老年侦探 我可以跟你下一把吗 他 他输了 玩输了之后 走剃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他 不怪我 不是我下棋把他吓死了 什么回事 是我吧 就是我吧 我想应该通个气去吧 通个气怎么了 你们俩杀了 新比PS了一下 他叫什么 气性真大 好混蛋 气死了 他在说什么鬼话 如果把那个人也解决了 他以后就不会有威胁了 新鲜 所以这就是凶手留下的线索 可能在别的地方拿着 我的脸 所以我刚才来问你 是不是来救援的 是不是来救我们的 我们这里发生了命案 画家和医学生 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因为医学生一听就是 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出现的角色 一个深山的 对 医学生吧 玩家身份看 你在 你们面前看到的我是可爱的荣天真 天生就很天真 打针非常认真 荣天真 荣天真 如果看到我来问诊 千万不要紧张到昏昏 你们的反应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我好不容易 用我的夹子 用手换了我的这段诊 你的腔调呢 今年20岁 对不起 我忘记了 我太天真了 对不起 打我心 哎呀 大家看到我 我是可爱的荣天真 你来自少儿频道对不对 多苦 多了 又得意 我查的就是你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 我觉得他们不是同一个凶手 而且我们这里还发生了一个命案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组织 他像在叙述这个事情 那谁会在那个时间点出来 你们想借我杀人 这意思并不诠释说是他杀的 哇哦 太精彩了 破案了 建筑工人没这体力 画家没这能力 我就是爱音乐 别叫我停下来的唱片电源 那叫他吧 爱听摇滚我爱装墨镜下的我已变体鳞伤 我就是大张伟的粉丝张摇滚 具体是怎么变体鳞伤的就是 我看看大张伟的粉丝讲什么样 大张伟的粉丝就是变体鳞伤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伤的 一只眼睛是黑的 这只眼睛是那种灰色的 这边是人这边是人 这边是人 那你一定能能夺子弹哦 夺子弹 怎么能够停止不起 啊 因为他要孤身走安下 AKA我姓龚 我叫龚成章 你也可以叫我老禅了 哎我姓龚 你可以叫我老 哈哈 哈哈 老公和老长生了一个老张 哈哈哈哈 你的名字叫张卡片 换了 AKA 张卡片 张卡片 一个故事没出来撒名了 哈哈哈哈 都是很新的角色 搞一个 比较独立的吧 我选一个 独立的记者 行吗 我喜欢独立的感觉 OK 玩家身份卡 来吧 来吧 我是一个新闻从业者 我的名字叫卫新闻 我的眼睛就是尺 你的眼睛就是尺 你的眼睛就是尺 然后呢 我说几尺就几尺 我的笔杆就是枪 哎枪枪定在真相上 啊 我就是五身走安乡的卫新 五身走安乡 哎不知道为什么 说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他就带音 这里还有管家是吗 管家现在啥也不管 小监控 哈哈哈 小监控 哈哈哈 那么得意 我查的都是您 好 能不能介绍一些保管保管的方法 每天多看上新闻就是 哈哈哈 哦这是个恶魔的头像 对 这不是蝙蝠型吗 我这个人非常的正派 好吗 这只能说明你老派 老派老派 老派 必须穿长袖长裤 他家怕冷 我们都是想扎的啥 不想揍的 这一次呢我和我的向导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名字 我叫普烈 哈哈哈 我是一名全职猎人 他没打锁的 你是个锁匠 你叫专业开锁 是您开锁大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的子弹不长眼快点了 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是个蛤蟆什么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等一下 如果你们要分头行动的话 你要干嘛 有植入啊 给你个对讲机 哎 就在这里 不是 你明白了吗 啊 哇 好宽敞啊 好快乐 这个地方 我对这个迷雾森林是最熟悉的 但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地方 从来没见过 不略你的想法呢 我看到这个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时候 他为什么知道在那个时间点要下去 其实就是杀害他暗恋的女孩的真凶 他可能是一个组织 很奇怪啊 这意思 你儿子死前最后一句话我就是知道 真已经死了 对 他的诡计已经被识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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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